打开串流平台 登入与朋友共有的家族账号密码 韩剧美剧综艺 片单上有的都还能看 但这样的好康优惠 5月24号起就要被取消了 Netflix台湾官网 5月24号周三凌晨发出公告 并且同步发出通知邮件 给公用账户会员 未来账户仅供同住者使用 若非同住者每人需要多付月份100元 如果以原方案最高级别会员 可以同时有四名使用者为例 假如四个人都是非同住者 那么新制规定最多加购 两个非同住者 每个月就得多付两百元 购买额外成员 如何判定同住或非同住 Netflix第一个判断基准是家里的电视 用户在自家电视的Netflix App 设定同步装置 系统就会依据IP位置 判断是否合乎标准 如果是使用电脑或手机平板的移动装置 同样靠IP位置 装置识别码及账户活动来进行判断 只不过如果用户离开家里 还能不能看片让人很疑惑 我的账号 然后我现在出国我在使用 我在我可能在巴黎岛在看Netflix 但是我台湾的亲友在 在同时在看Netflix 他就不能看 因为他会去绑定这个账号的IP Netflix从今年二月起 落实在加拿大 纽西兰美国等地区处理寄生账号 如果监测到寄生用户 在住家以外的地方使用账号 超过两周就会被要求付费 这项付费政策扩及到台湾 执行细节还得等网飞进一步宣布 新新闻草原林玉哲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